由于钓鱼岛问题引起的中日关系不断紧张 作为丰田汽车重要市场的中国 无论是生产还是销售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主要生产黄冠 卡罗拉 威驰等车型的丰田天津工厂 将从今天开始停产五天 那么具体的情况马上来连线 正在丰田天津工厂采访的东方卫视的记者董燕 你好董燕 你好王金元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那现在丰田天津工厂已经按计划停产了吗 另外丰田今年的生产和销售计划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好的 我们今天早上赶到了丰田的天津工厂 在他们的一个库存的停车厂看到 整个停车厂都已经停满了新车 之前天津丰田方面因为担心 如果按照原计划进行生产的话 那么生产出来的新车可能无处停放 因此做出了停产一周的这样一个决定 然后我们了解到天津的丰田工厂拥有三条生产线 然后今天停产的是有两条生产线从今天开始完全停产 而另外一条生产线将会保持少量的生产 然后根据之前透露的消息 他们将在30号恢复生产 不过恢复生产之后会保持一个较低的这样一个水平作业 就我们了解天津丰田工厂是丰田在华最大的一个工厂 它的生产量将占到丰田在华产量的60% 去年的产量是50万辆 而根据目前丰田向零件供应商提供的计划显示 11月份这家工厂将要减产两成 而12月份也将减产十几个百分点 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看 之所以要进行停产 主要是因为销量受阻 库存积压有点严重 然后实际上在叫雨岛问题出现之前 日系车在华的销量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下滑的趋势 而在雨岛问题出现之后 加剧了这样一个状况 不买日系车的这样一个氛围在蔓延 9月份丰田整个在华的销量只有4.41万辆 同比减少了将近一半 这个对丰田来说打击非常的大 因为刚刚在去年 丰田将中国列为重要市场 在发布的丰田全球验警当中提出 2015年希望在中国市场的销量 占到全球销量的15% 也就是135万辆 而今年的计划是要达到100万辆 同比上升10% 但是从目前来看 这个目标是非常难以达成的 王金元 好的谢谢董燕 从天津丰田工厂给我们发来的最新消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